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刚才就是有关提到 这个中油跟台电 我们听到说有这个中油台电 委托委员来提案删除一些预算 我觉得这个是台电和中油 尤其国营会 尤其经济部 特别要检讨这个事情 因为本来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因为你们原来想要做国光实化 所以说原来的中油的一些 要这个经济设备更新的 这个经费你们就大笔大笔 就委托委员来把它删掉 那就是不作为 那也是基本上也是一种不作为 那这样子的话 该更新的不更新 国光实化如果又外撤的话 那是很严重 国光实化现在 我们大家基本上对国光实化 在章话设立也是有很多反对这个意见的 所以在台电方面 如果也有这种情形的话 你不能够因为你自己执行预算 这个执行不利 然后该做的事情 结果不做更新 到最后又说是 立法委员把你们钱砍掉的 可是事实上是 有些委员提案 我问为什么一直砍砍这么多 结果说是因为 中油和台电来拜托的 那这一点就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觉得经济部次长在这边 还有国营会的这个 执行长在这个地方 应该把它查清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中油台电严重的问题 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在这边 要严厉的在这边来指出 在这些方面 你不可以该作为的事情不作为 结果到最后出了问题以后 预算上面显现出来是 立法院被砍掉的 那事实上这个账是算到立法院了 事实上是你们的账 这是你们的账 所以在这部分我想请经济部 那要是不是要追查中油跟台电 在这方面为什么他的预算编列这么出书 这部分也是一样查清楚 谢谢丁伟 那个李富星